王海鋒在浸會8月合約到期 他申請了續約 但受到大學,特別是錢大康的特別對待 令到他無法續約 我支持錢大康的是何俊仁 律師、莊姐是PolyU的 陳家樂是浸會工會 另外是Poly 和名義是Polytechnic Rodham是Hong Kong Polytechnic 我很簡單講講 今天我們要講一些 講一下 Roger如何受到 在浸會大學 特別是錢大康特別對待 禮不續約 Roger是去年 2017年9月後 申請續約 在今年2018年2月 不講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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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院長的程度 經過學院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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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上訴小組,一般上訴小組就是一個院長或兩個教授 但對他來說是很特別的,對他來說是副校長和兩個院長組成 對他來說是特別看待的,上訴小組的開完會後 今年5月11日出了報告 5月11日就把報告給了錢大康 錢大康就不決定,直至兩天前,6月13日 錢大康才說是不適合約的 上訴小組的報告,我想你們可能會有一個副片 就是有一個副片,還有他有封信 我會提供這封信,在我講解給你們聽 首先來說就是,Apple Report第13點 就說其實這個報告,上訴小組調查後 報告就被錢大康去考慮 但錢大康就不為自己… 其實是被錢大康個人,校長個人去決定 會否會否修羅德王的約 就說明是要向校長提供考慮 但他決定是否修羅德王的約 即是専門管理團隊,副校長,Vice President 或者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那整班人集體去決定 為何會這樣呢? 其實他就把自己的責任寫出來 就算是不給他,也不是我寫 就說一班人決定,集體負責 在上訴小組的報告 在上訴小組,在第12點來說 經過調查後,對於學校來說 策略性是應該留在上訴小組 很清楚說到的 譬如說,第12點 他就說 It would be of strategic interest for the university to renew 他的appointment 其實很重要 也不是很重要的 為了學校,為了學校 你應該是renew 他 那為何上訴小組的報告 會寫這件事? 為何會說策略性 是應該renew Roger的約 其實他不是憑空說話 譬如說 他提出了第10點A的報告 即是report第3頁 第10點A的報告 他就說 他的文章 就published在一個 Orcon Target 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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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全世界排排7% 很高很高水準 他就發表了 這篇文章 在這篇文章 所以你看看他的 research standing 是有多高 另外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 不是說我說高 或者誰說高 而是 就算是浸會大學 其他部門的教授 譬如說 蔡教授 這個就是Stakey Lab 那個director 他都在 同樣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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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published 或者 另外那些 比如 PVC 那些 那些人 亦都在那裏published 的paper 可想而知 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 是非常高 最準 而 Rodger 是在那裏published 那篇文章 你看看他的standard 是多高 中醫庫院長 中醫庫院長 那些高級的人 都是在那裏published 那篇文章 可想而知 那篇文章的standard 是多高 所以上次小中 不是憑空的說 應該保持 而是有理由 為何保持 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 我們大學 所有大學 我們有一個 RAE 就是 研究評核 就是 每個department 研究水準 有多高 我們英文叫RAE Research Assessence Research Assessence 就是 平衡每一個人 在讀部門來說 那些員工的文章 究竟有多高 水準 浸會 在今年1月的時候 做了一個 模擬的研究評核 請了Pat Harrison 來評核他的部門 那些文章 而Roger Wong 他的評核 是四星 他的文章是四星 或是三星 你比較一下 他就比較過 在他的部門 一年當中 有五十四篇論文 只有四篇是四星 五十四篇文章 有四篇是四星 但Roger 已經有一篇 他的四星文章 比在部門來說 已經穿了三個百分比 整個部門只有四篇 但他已經有四篇 以研究來說 水準機構 這個RA exercise 結果是用來給政府 看的部門 做了幾個研究 然後給錢給部門 所以如果多了四星級的研究員 政府會給他們更多錢 所以這個APEAL report 就說 完全是策略性 應該留下Roger 在部門 他也有問過 而且他也有說 如果你看看 報告的第十一點 他也有說 他不僅現在寫了四星的文章 他還說 更多四星級的文章 都會寫了 即是說 對將來來說 部門是很有益處 如果保留在書 因為他會寫更多四星的文章 所以他就說 就是 It would be in the interest of the university to retain him 這就是APEAL report 第十一點 通常 一個professor 最重要就是Research Research 是分開兩項 一項就是publish research paper 另一項就是拿了多少research grant Roger 是拿了一個優配基金 拿了一百二十七萬 這個數目 這個數目 其實就是整間學校 浸會大學 是排第三的 現在Roger 用了大約九十萬 在那個Research 但是 由於不可以繼續 這九十萬 就會浪費了 因為會爛尾 一路來 其實UGC在看著 他的progress 都很滿意 其實他做得很好 但是由於這樣的話 很可能 一定會爛尾 現在就浪費了七十萬 現在 另外 這份是UGC 給他的評核 即是他的Research 一百二十七萬 的project 他會評核他 即是中期的評核 是滿意的 OK的 講到教學來說 如何 Roger 亦是拿很高分的 他的平均數 是4.5分 滿分是5 他拿4.5分 這個分數 就跟大學 教學長 得主 的評分 一樣 因為 他每一年 都會 給學生 評核一下 教書 教成點 他就拿4.5分 跟拿獎的 同分 你可以知道 他的教學 教得有多好 是拿獎的級數 所以他教學好 研究好 為何不可以呢 為何會 仍然不可以 他呢 看看 就是 Apple Report 第七點 為何呢 主要原因 就是 Department 沒有錢 學院 也沒有錢 要多少錢呢 其實就是 70萬 你會否相信 Department 的Budget 找不到70萬出來 70萬 很少 很少錢 一個Research Project Roger 都拿120萬 但請他兩年 是他Department 需要放70萬出來 但他都不放 所以 第七點 那裡說 其實 Department 和Faculty 他不再 請Roger 原因 因為Finance 問題 多於是 它的Performance 所以 Apple Panel 叫Department 或者Faculty 那些是重新考慮的 重新 將Department 或者Faculty 那些項目 即需要錢的項目 重新排序 即將Roger的report 的case 排高些 即將他的優先處置 排高些 好嗎 叫他重新考慮 這個report 就給錢大康 意思就是叫錢大康 去跟Department 或Faculty 說 叫他重新排列 他們的Department 項目的優先次序 令到可以留Roger 在那裡 但他又沒有這樣做 錢大康沒有重新編排過 錢大康只叫他reaffirm 他的Recommendation 你看到他的封信 他第二段 他就說 他兩個Department 即Faculty 就consult reaffirm the recommendation 他就叫他reaffirm 不是叫他重新去考慮 重新排列 那些優先次序的項目 看看有沒有錢 他不是這樣說 他只叫他reaffirm 他的Recommendation 只是不請他 你看到錢大康做事 是多縮骨 又怕負責任 make decision 都不敢負責 要找一班人負責 其實是否沒有錢 Department是否沒有錢 失散也沒有錢 絕對不是 因為Department 他仍然在請人 Department仍然在請人 一個港師 和兩個科學主任 很明顯他還在請人 即不是沒有錢 他請了那些科學主任、港師、助理教授 很多錢 他不是說沒有錢 他還在請人 不過就不會renew Roger的合約 差不多 我現在交給何俊人 各位 我作為一個法律界的人士 亦是前立法會的議員 我當然是很關心這件事 因為浸埔大學是一間政府資助的大學 是一個公共機構 它是負責培育我們香港下一代的人才 如果大學的管治 如果是完全不上軌道 甚至管治 是變成一個私人俱樂部 可以怎樣做都可以的話 變成一個榜樣的話 香港是不堪的 習近平主席最近說 想香港成為一個創新科技的中心 希望能夠培育多些人才 如果這樣的話 就是笑話的 一個這樣的管治 是培育不了人才 是打壓人才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 我是很關心 亦是很痛心 我自己 雖然離開了立法會 但是我作為一個 他們的法律顧問 我都很細心地研究 我也是找了幾個熟悉 這方面法律的朋友來看 我們一致認為 這個個案 我們要盡一切努力 去找一個途徑 去找一個合適的說法 這個說法 是證明到 今次浸會的校長處理的荒謬 和不公正 是破壞了 這個浸會本身 未來發展的策略利益 以及破壞了一間大專院校 應有的管治精神 當然大家想一想 就是進行司法覆核 如果說 道理來說 先說道理來說 有兩個道理最清楚 第一就是程序公義 程序公義 就是 裡面的很簡單的守則 在大陸的守則裡面 說清楚 雖然說最後決定權 是在校長那裡 但是校長 說明的大校長 可以找一個獨立委員會去看 然後他要考慮 縱使 他的權在他身上 但是你的著情權 是要合理地使用的 而很清楚 你現在有一個委員會 你自己找得出來 這個獨立委員會 是全部由浸會大陸裡面 不同系的院長 所構成的 他們很小心研究過 給一個很詳盡 還有很多具體道理的 一個 一個建議書 很清楚 剛才張博士也說了 一個建議書 從整個大學的發展 考慮去看 一個這樣的人才 出版、教學、 研究 都是一流的 你為什麼不用它呢 一間大學 所以他說 你的學生一定要儘量賺錢 如果不行 他也說 如果你是不行 大學應該自己賺錢 這對大學是好 他也說了 他也說 你沒有錢 他多包一句 大學自己賺 竟然校長前大康 完全不去看這個道理 就叫那兩個是 你們是否同意你以前的說法 沒有錢 那我就接受你們沒有錢 當這個報告整個是廢的 而形同虛設 這是破壞了程序公義 具體公義也不用說 剛才都說了 你怎麼可能會沒有七十萬 當然他的人工不是七十萬五少 但是他的人工一部分 由本身的基金 由一個研究基金 政府給的 那百多萬的部分 是給了他那方面的薪酬 那你現在勉強 是不給他續約的 就連那個研究的錢 都扔到鹹水海 那將來政府 是不是UGC 還怎麼會給你錢 然後你現在大學都不理 做一些研究 可以做得這麼好 評估也好 學術也好 成就 學生又喜歡 那你不知道基於什麼原因 不知道是否因為你在校董會裡 激生他或者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去到選委 他不喜歡 我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就是要你走 那連政府那百多萬 現在花了九十萬 都要扔到鹹水海 做開的事情 完全廢了他 我相信 讓任何人去看 只要合理一點 持平一點 客觀一點 都會覺得沒有理由這樣做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具體公義 都是這個決定 是應該要挑戰的 所以 程序公義 具體公義 如果只要法庭受理的話 是一個行政訴訟 應該贏的 我們的看法 當然 我也要老實說 他唯一的困難是什麼呢 大學一定會說 這是合約的問題 是私人的問題 我們在香港來說 很多案例挑戰的 就是 紀律處分 紀律處分的員工 包括教授 講師 學生 那些法庭都是理會的 那些法庭都是理會的 因為這是公共機構 他覺得這些是公法 應該要介入的 因為牽涉到一個人 一個大學的員工 他的工作權利等等 但是現在 是一個續約 大學說是否續約 這是我們內部的決定 這是一個私人合約的問題 他一定會這麼大的 而目前來說 我也問過一些 資深大律師 他都說 案例是沒有什麼的 香港 上次陳文敏的案 法官就不決定這件事 應不應該理會 因為那個是併任 他只是說上次的案 陳文敏為何不給批准呢 因為時間過了 已經是無法能夠 拿到一個他所要求的 一個這樣的補救 所以因為時間的問題 已經使得這件事 變成了一個學術的結果 法庭就不想理會了 上次是這樣的 所以陳文敏上次也不用給課費 他說算了 法庭不理會 所以目前來說是沒有案例的 我們看不到有什麼很適用的案例 但是我問我的律師朋友 每個人都說 如果這個案不去打 是 大家都覺得是 對學術界不好的 他覺得 這件事應該拿出來 給法庭去看看 贏輸也好 公道就在於 大家看看這間大學是怎麼管理的 從這件事去看 是否為了大學的利益 是否為了未來發展的利益 是否為了公帑的利益 為了學術研究的利益 現在看來全部都不理會這些 是純粹他就說 一句說話 是不勝理由的理由 就是沒有錢 OK 這樣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跟Roger說了 我們會有一個團隊 是樂樂意幫舉 進行施化覆核 甚至我有一些律師朋友說 他說 法庭受不受理 要打過才知道 但是他說 一個這麼好的 他說這個案的案情 是一個最值得去試的 如果你也不去試的話 就不容易找到另一個這麼好的個案 來挑戰一間大學 動作就說我內部的事 學術自由 他說你不是的 你在用公帑 在訓練我們下一代 是否可以關上門 這樣做呢 所以我們是很樂意幫他的 當然他做不做 當然他做就要自己揹上身 我告訴你 也不能不花錢 一定要花錢 如果是敗訴 也要有一個責任 可能要支付堂徽 但是 為了一間大學的管治 為了未來香港的大學的教育 我想 只能夠說 法律界裏面有朋友 會願意支持他 在說任何事之前 今天早上收到一段錄音 就是一個語文中心的老師 就傳給我的 他就想我在記招那裏 播給大家聽一下 我就不透露是誰 但我就播給大家聽一下 他想說的一些說話 OK 我可以播嗎 今天 今天 就能夠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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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播給大家聽 早安 我也收到很多不同的訊息給我 當我知道沒得續約 就是錢大康自己一個個人的決定 枉顧這個大學的策略性利益 今天是一件絕頂荒謬的事 我也收到很多訊息 我聽到這些訊息其實 我除了身為一個學者 教學的教研人員之外 我還有一個民選校董 在過去兩年我的任期 我都是幫很多教職員 去抱打不平 爭取他們應得的權益 在過程中當然是多次得罪管理層 有些可惜的 因為現在政席都是 校董會的新的任期選舉期間 今天和明天都是投票 他們更加覺得遠色就是 就算選了我繼續連任 都可能做一個多月 接著就要離開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想說就是 那些實質的事情 我等人再說 不過我想先說一說 我的感受 在春命那時候 前大康 傳媒春命 他講了一件事 我想大家再聽一聽 就是 那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就講一講 其實大家可以找回她的影片 就是 她那時候就是問她 續約 一個員工續約考慮些什麼 她說了一句 performance 很明顯 很明顯 她是說謊 前大康在那裡說謊 我這個case 很明顯 不是performance的問題 已經去到她的手中 她是用一個人質的手法 將我在這間浸會大學被消失 已經完全不是一個performance的問題 她是完全在那裡說謊 那整件事其實 香港的高教界去到這一刻 我這個事件都不是單一事件 我覺得很可惜的就是 浸會大學 或者香港人的高教界 已經進入了一個完全威權的時代 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 可以去抗爭 但是面對這個有權的人 我們其實只有跪下而已 我們做什麼都沒用 我們有輿論壓力 我們在社會上 因為教支會、政府 至於每個大學的大學管治的校董會 某程度上都用院校自主一句說法 是不會干涉學校的任何行政 我們都見過無數次 當然有些負面 但是校董會和校委會 是沒有辦法去干涉到一個大學的行政的決定 就好像今次這件事 我已經是寫了信上訴給校董會主席 要求校董會去介入這件事 因為為什麼 是非常簡單 大學校長做了一個決定 是違反了大學的利益 文件都寫得很清楚 我認為我就是代表整間大學的策略性利益 在一個動大的前提下 有什麼是比留下一個對大學的策略性利益 我完全想不到 只可以說就是前大康利用他人治的職權 他不把他的資源放在和大學 以大學這個利益為先的情況上面 只可以這樣說 他的資源呢 他喜歡放在其他東西上面 不是放在一個大學最有利的利益 是很荒謬的事 根本沒有任何邏輯可言的 但是他現在的確確在做這件事 但是我可以做些什麼 在大學我可以向校董會主席鄭恩基上訴 但是他也可以說 我這件事校董會不理的 已經結束了 就像剛才何俊仁說 我們是不是真的每一次都要一個很大的成本 去做司法覆核 才可以得到公義呢 看來現在香港只剩下法治這條路 才可以爭取到一點點的公義 我其實還有一點點想補充一下 這裡有一個人治的時序 大家都有的 我想交代一下 就是其實前大康去做這個人治的決定之前 其實之前無論是系方或者遠方 都做了一些非常人治的決定 我現在很簡單地說給大家聽是什麼 我其實是在9月29日那時 系主任已經告訴我 我是有得續約的 已經告訴我 那個系的評審小組已經決定了續我約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去到這個評審小組 是沒有任何的開會紀錄 簡單來說就是那三個人關上房門 說完就算了 就是出來現在就鬼打鬼 審死官 然後評審小組 在12月初 這個系主任 在一個內地學者下疫齊 他做了什麼呢 他擅自去改了這個小組 開會那時候作的決定 他將決定變為由續約變成不續約 而這個決定呢 是給其他小組的成員 馬上挑戰的 那時候的挑戰是說 他講一句很簡單 but we set support in the panel meeting 這個是非常簡單 如果大家需要文件的話 我遲些可以提供 但是這些在文件裡拿出來 就是 他說不續約 然後那些人覺得很驚訝 你明白嗎 開會做了一個決定 完全沒有程序可言 你一個替主任說 我現在說不續約 然後人家問他 但是我們開會說是續約的 然後他就回覆說 我們開會說是support support就不是用錢support 這個就是當時他書面 去回答其他的小組成員 他說我們support不是用錢support 那是用什麼support 他們精神上support我 精神上support我續約 由一個用 本來大家都明白 是用金錢上support我續約 十二月初不知道做什麼事 突然之間變成是用精神上去支持我續約 然後就用了一些動荒謬的財政原因 夠錢請五六個人 但是就沒有錢續我一個人 簡單來說 整間大學就是沒有錢續一個叫王海峰的人 其實整件事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錢大刊就包了尾 畫了這件事 然後去到理學院 理學院的院長 又是一個內地學者 張建華 他亦都不理這個學系 那些程序根本亂了 那些決定是調來調去 然後他更離譜到 在一個學院的報告那裡 那個會議那裡 他更說 叫Roger自己賺錢 自己賺錢去support自己 那我們就請他 然後他們完結了大龍鳳 然後最後 首富就扔了印就搞定了 然後給我信 我就appear 然後張青偉都說得很清楚 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錢大刊之後做了的事情 錢大刊最重要是做了三件事 就是什麼呢 就是不跟從這個上訴小組的推薦 是用大學的資源 大家可以看看十二詩寫得很清楚 是用大學的資源 去同學續約 也不執行小組的推薦 要求大學 學系和理學院 去進行這個審查 就是叫他們把那些 什麼priority 什麼錢 總之不理你怎麼做 總之你去做一個review 拿回那些錢出來 他們沒有做 錢大學校長沒有叫他們做 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最錯的就是 他們竟然 錢大學竟然不把資源 大學的資源是公帑 大學的資源 竟然不是用在 對大學有策略性利益的人身上 那用在什麼身上 我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用在他的喜怒哀惡身上 他不喜歡你 就不續你約 就算你出到這個 整個department 張青偉都說了 四星 你還要減一份 接下來還有很多 公帑有百多萬 用了九十萬去做 今個八月 一完結了我 那九十萬 其實就丟了咸水海 因為那些研究 一未完成 是未完成 沒有說中途可以做到多少 沒有這些事情 要麼就做完 要麼就不做 這些我想說的事情 我想說的就是 就是 剛才說得很清楚 就是 面對著這個強權 其實我是感到無力的 因為我也不知道可以做到什麼 很老實說 就是 除了去找一些友好 去幫忙 去商量 就是我幫了很多人 但是 其實 我們自己本身 面對著一個強權 不只是說一間大學的管理層 就算整個香港的強權 包括共產黨 我們究竟可以做到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我答不了 我這個問題 是我今天想的問題 就是面對強權 面對人質 其實我們還有沒有說的呢 在香港 還是我們真的 香港已死 我本身是一個科學家,我所有科研做得很好 已經是大學最頂級的了 但是竟然是跟我說,不可以留你在這裏 因為不喜歡你,簡單來說就是人質 現在這就是個情況,我不講那麼多 我給其他支援我的朋友講 大家好,我是大專聯的謝永寧 我想簡單講三點 第一,就是浸大用大學學系沒有錢來炒王教授 我炒最近浸大出的財務報告 直到2017年6月30日為止 它的總收入是31億 只是利息和投資收入都有3.8億 整間大學在去年花了28億 換句話來說,賺了2.7億 一間大學有盈餘,合理的 但是有盈餘,還說沒有錢 所以要炒王教授 我們認為是荒謬,是一個藉口 最近潮流輕說,我說OK就是OK 現時在浸大,校長說不OK就是不OK 很明顯浸大是一個花香港市民錢的公帑大學 是用市民的錢來運用營運一間大學 浸大是需要向廣大的市民、教資會以及政府負責 解釋為何解僱一位員工 要合理地使用公帑才行 很明顯,這次我們看到浸大是一個獨裁式的管治 亦沒有充分的力去解釋為何黃教授會被解僱 其實黃教授現在處於一個英文叫做Catch 22 即是No Win Situation 輸定的,是不是你死的 簡直不是進退兩難,你做甚麼都死 換句話來說,你做研究又死 做教學好又死 兩樣做得好都是被解僱的了 大家要問,這樣是不是合理呢? 我們在大學做研究做教書 做得好根本是應該的 但你亦都應該給它一個合約 不能夠令到教員無所適從 無論你做甚麼都好 你都不會迎合到大學管理層的滿意 我個人認為是一種悲哀 不應該的 大學不是這樣的地方 大學應該是一個公平公正開放透明度高的地方 其實你看看,管治大學的人員 他都是受薪 他不是老闆,真正老闆是納粹人 香港的市民 為甚麼他可以大學高層這麼大的權力 我說不可以就不可以了 我認為是真的大學能落到這樣的地步 其實我們真的要想一想 怎樣好好地監察大學的運作 現時來說,即使王教授本身都是一個校董 你校董會的民選成份這麼低 根本沒有辦法有效地監察一所大學 所以如果校董會成員的組合不改的話 我對於未來大學的發展 我都認為是坎坷的 我先講到這裏 因為我也是第二間 我是成大的校董 兩點半我要回到成大開校董會 不然第二天早上就會講我了 好 需要拍照嗎? 要先拍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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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全部一起拍照嗎? 大家行家做了嗎? 做了 有沒有需要再報? 那些副拖都來做了 那是不是繼續? 不可以不可以 不好意思,不要試試看 不可以不可以 不如我退一個位置好嗎? 那我退一個位置,幫幫大家 Thank you 不好意思 動一下大家 要動一下大家的咪 不好意思 我是陳家樂 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的這一屆發言人 在這裏我想和各位傳媒的朋友分享我們工會 對於Roger、黃許峰教授的事件和整體大學 我們近年看到的一些人事管理的問題 提出我們五點的觀察和關注 另外亦都有兩點的建議給所有同事 以及一點的政策的建議 這五點的觀察和關注分別是第一 我們見到一而再、再而三 在每一個學年 的年底 有一些我們知道是表現相當之卓越的同事 因為種種的理由 是不獲續約 被迫離開 即是我們的大學 甚至乎離開整個香港的學術界 我相信這不是個別的事件那麼簡單 可能大家很關注個別的同事 個別的一些感言的同事 他肯出來說回內容是否給大家聽 但大家也可以想像到 其實很多的同事都是感怒不感言的 因為他們要繼續找工作 因為他很擔心在一間院校 失意、失落、失望甚至絕望 一分鐘會影響到他們將來去別的地方 再去繼續去從事他們最深的研究 或者很熱心的教學的工作 所以其實很多都是感怒不感言 這是第一點 是冰山一角 第二點的觀察和關注 就是以浸會大學為例 如果是說來自教支會的資源 來請的同事去到16、17年度 是有百分之五十三的 而大學是因為公帑的支援 越來越不足夠他們所需要的發展 和擴充 是很需要找很多叫做私基錢 就是自負盈規 找回來的錢去到請人 包括大家看到我身邊的 黃宇峰教授都是其中一個例子 這些自負盈規的錢請回來的同事 在今天的浸會大學 16、17年度 是去到百分之四十四的了 一間大學是出現了很多不同的制度 每一張合約都可以很不同 所以這種政府的資源不足底下 令到大學多了個空間 就是做很多 剛才大家聽了很多 整個管理文化管理決策方面 我作主的那種心態 它可以根據程序 但是出來的效果觀感 依然不給人感覺 是走向人治 那第三點的觀察 就是在於這些自負盈規的資源 請的同事 是越來越走向我們俗語所說的 彈散化 很有彈性的 但是很散修修的 很零散的 這種研究 教學 在大學裡面的工作 越來越強調彈性 越來越強調短期 越來越強調你在很短時間之外 幫大學做很多事情 但是又不會跟你有一個承諾 或者好像以往 我們有一個比較穩定的 財政資源底下的大學發展 就是你做得好 你放心 我們會繼續跟你合作下去 甚至將你變成為大學裡面 是一個實任的同事 那這個第三點 就是工作 在自負盈規 越來越主導的資源 請的人回來之下 變得越來越鬆散 越來越不明確 越來越不明朗 越不清晰 越來越是所謂彈散化 第四點的觀察 在這次這件事上來講 即使有一個上訴的渠道 但是似乎這個上訴的渠道 現在看回我們面前的證據 原來是一個行禮如意 是一個荒謬的程序 但是這個程序 跟張顯公義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了 你走一個程序 被你走過的程序 可能它滿足了某些程序的要求 但是這個程序原來出了結果 是不會幫到同事 甚至幫大學大專界伸張公義 因此引伸了 剛才我們聽了很多次的 今天人治的質疑 你用這個程序來做甚麼 如果不是用來張顯公義 最後一個觀察和我們的關注 就是在很多我們接觸工會 接觸的同事當中 特別是合育制的同事 他們越來越覺得是無所適從 我要做些甚麼才可以繼續 做我最深的研究 見回我的學生 和我好友好的同事 繼續拍照上去做事呢 我要怎樣才可以做得到呢 那很多同事就跟你說高級的 表現好就可以了 其實一而再再而三 在我們浸會大學 幾個月之前的我們工會主席 黃偉國 乃至今日黃海鋒都是這樣 表現是OK的 所有的平衡是OK的 但是種種不同的理由 這次只是沒有錢 這次講明的表現沒有關係 是沒有錢而已 同事越來越變得無所適從 我上班那天開始計 我不是應該準備穩定工作嗎 我如果要上班 要穩定下一份工作 我哪有心情或者專注力 去做好你叫我做的研究 做好我的表現 那所以這五點的觀察 就是這個是冰山一角 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UGC的錢 不夠 越來越多自負盈規的錢 請回來的人 令到大學出現了一種 是越來越被人覺得 人質的管理文化 第三呢 就是很多的工作 越來越變得短期 彈性高 很鬆散的工作 上班好像要穩定下一份工作 第四呢就是這個上訴的程序 今次呢 是彰顯不到公義 只是行禮如意這樣的情況 第五呢就是 同事變得越來越無所適從 面對著這個處境 對Roger來說 剛才他講到就是絕望 我可以 只能夠說就是 我們可以對現在的處境感到很失望 但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對香港絕望 不要對香港的學術界 對我們的學生 對我們的新一代的知識分子 是感到絕望 我想我們不應該因為挫折 我們要放棄 我們應該繼續咬緊牙關係 我相信Roger都會同意 儘管這個情況是很困難 都要去繼續撐 所以工會有兩點的建議 給所有 不單止是浸會大學 給所有香港在大專界工作的朋友 同事 或者想在香港大專界工作的朋友 第一 合約上面呢 大家要明白了 不單止浸會 全香港大專界 變得一效多濟 所以你收一張合約的時候 不要覺得 不要以為 那張合約 就好像給了一張通行證 大家可以繼續做得好 可以繼續 要看清楚這些合約的條款 是不是可以續約 他有沒有寫完 就是你續約 不續約 就是視乎你的表現之餘 就是視乎大學夠不夠錢 要看得很清楚 所以所有工會都在法律上面 要支援所有這些同事 續約或者新合約的時候 看清楚這些合約的條款 才好簽 那一下其實最有一個 討價還價能力 或者續約的時候 要去搞清楚這些條款 不要給一個絕對的彈性 和空間管理層 去到可能兩三年之後 忽然間覺得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那你怎樣努力 在你的合理期望當中 所盡的一切努力 都可以化為烏有的 所以這些合約條款 我們要提清楚 留意一效多制的情況 第二制透明度 是絕對欠奉 在今次這件事 或者其他我們跟進的個案一樣 透明度的意思就是 你跟主任說 是一套 所謂什麼叫做可以達標 但我能去到院長 甚至去到校長 去到上訴委員會 它有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標準 所以透明度方面 在政策上 所有的公會 都會跟校方爭取 要求它將整套制度的透明度 提到最高 最後一點的建議 剛才說了兩年建議給個別的同事 工會來說 就是在政策上 我們要檢討 現在似乎 不論政府 教育支會 都在說院校自主 作為黨戰牌 院校自主變成 是 mismanagement 不是管理 是亂來的 這些叫做錯誤的管理 的黨戰牌 如果出現這麼多 在大專界裏面的 mismanagement的情況 我相信UGC 或者是教育局 政府當局 在政策上都要檢討 不要以為是大學教授一定懂管理 對不起 不要以為是校長 你做到校長一定懂管理的 無關事的 可能分分鐘他們以為自己懂 但其實是管理零彈 甚至乎是負資產 這些對於公帑 對於院校的政策 對於香港的科研 大專界的發展 對同學來說 都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從管理上 政策上 現在是時候 我會認為要求 政府UGC 是要看清楚 管理文化 管理不善的情況 已經在大學 是屢見不善 多謝各位 我是楊寶寧 亦都是工會前副主席 今天大家都聽了很多 我們校內、校外的朋友 講了很多關於Roger這個案件 我想強調一件事 其實我強調一件事 無論Roger這個案件 他在校內的評核 就是Apple Panel 小組給的意見 校外外的教授 給他們的建議 都是Roger值得留下的 我們浸會很需要他 無論在RAE的實習 裏面 我們的JLF Grant要爛尾 都是需要Roger留下 因為2020年是RAE截數 已經截了數 如果Roger走了 他再請的人 亦都不會計算到內 所以現在是我們有的資源 而前大康這個決定 不和Roger續約 完完全全是違反 或者是破壞 我們浸會大學的利益著想 是他自己個人的決定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想問到底我們是不是 不是前大康大學 還是我們香港浸會大學 在這兩天裏 我們剛剛正正就是 這個校董會 民選校董會 民選校董的選舉 那Roger為了我們 他亦都有去參選 在這兩天裏 我們現在做了一些事情 是變成一個公投 就是對前大康的決定 Roger留下 或者如果Roger 如果大家覺得 Roger應該 根據前大康的決定 不留下的話 同時可以選其他候選人 如果大家覺得 Roger應該留下的話 前大康的決定是錯的話 我們請大家同時 投票給Roger 至於詳細 我可以一陣子 再和大家 大家去談這件事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香港理工大學的 教育職員會主席 和民選校董 這次我來到這裏 當然是支持我的好朋友 Roger 但是其實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 為了大專家 和香港 我一定要說少許 大家最近 可能上一次 也有來到 教育職員 那些同事 這次我們看到 我們經常聽到 大學的高級管理層 經常說的兩件事 合乎法律 有既定程序去處理 我看見這件事 我不是律師 我只是何律師那些 我會相信 暫時來說 不會犯了香港 任何一條刑事法例 但是在道德層面 和誠信方面 我是有質疑的 如果看看現在 看到的證據 Band White 至於另一件 的既定程序 其實經過這次之後 我覺得也是 所謂既定程序 就是既定程序 其實既定程序 我們是希望將一件事 放在另一個層面 和其他沒有利益 關係的人裏面 將所有事實 放快出來 而作出一個評論 和一個說法 但我們看完這件事 其實 根本是一個程序 就是程序 就是說一條路 你要走過了 然後才可以去解僱 但問題當中 發生的任何事 亦都是不需要理會 其實我 很多我們的朋友 先後都說了 其實我們 這個是一個公帑 我們這些大學 我們要向 人的負責人 是誰呢 納稅人 和我們學生 但在這件事裏面 我們看見 其實 這兩件事 是沒有 放在第一 那裏考慮 學校的利益 公義 和學生的利益 如果這樣 其實我覺得 先後我們的同事 有些說了 其實現在的問題 精結其實就是 大學 是用一個叫做自主 我做任何事 我自己是自主 而做一個擋箭牌 而拒絕公眾的監察 或者是政府 或者納稅人的監察 其實我覺得 我們是需要用另一種思維 尤其是現在有一個檢討 又說增加一個 研究基金 其實 所有事情 如果我們不能夠 放在台面上 慢慢去檢視 還有我們再看回 大學這樣管治 繼續下去 其實我們得到的成效 無論在教育 我們學生 或者研究方面 我看不到我們有任何的 改善 或者出路 如果這樣繼續下去 至於 這些個案 其實是 很多很多 每天發生 但是 今次這個是 很難以往 可能是 用其他理由 不同的理由 但是今次是說 沒有錢 但是沒有錢之中 又繼續請人 其實是 全部 全部都是 一個 一個 我們不說是理由 只是 一個 一個 藉口 去裁走 我們大專界的人才 原則上 我們是 理大 我是 身為我 教育支援會 我們是極力極力 反對 他不是這樣做 反感的 這樣做法 那 我講到這裏 看看大家做好不好 好 你好 我是理工大學的 文宣校董 也是 教育支援協會 副主席 以及 也是理工大學的 現在的校長 的 論宣委員會的 文宣代表 我想 剛剛 大家都說了很多 我只是想再強調多一點 我們說院校自主 學術自由 其實有一個先後的一個次序 就是 學術自由能否保持 一定是涉及到 院校自主 能不能夠存在 而如果院校不能夠自主 就很難保障到 學術自由 所以 院校自主在城市上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但是院校自主 又怎樣可以令到 院校自主這件事 能夠被 確 就是確切到 一定是涉及到 一間大學裏面的最高的管治機構 校董會本身 那個組成的成份 能不能夠令到 所謂院校自主的狀況 可以呈現到 一般 現在所有大學都 有所謂的 由特首委任的部分成員 以及由校董會裏面的 相關委員會 再委任的成員 再被特首去委任 通常後者 一定是 如果你選出來的話 即是校董會裏面找出來的話 特首辦都會委任 所以結果由這兩班組成 以及由小部分的 民選議席的出現 現在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在各大院校裏面 民選議席的比例 或者所謂的 能不能夠足夠覆蓋 是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問題 因為如果這些民選的代表 能夠真是由學校裏面的持份者 不同的持份者 無論他是教員或者職員 或者是 教員或者職員 即是 或是非學生 這些存在 他們進去 又真是有一個代表性的話 整個校董會 在討論所有的事件裏面 那種透明度 還有那種公正性 才有機會 是儘量呈現到的 如果這些位置去不了的話 那個很漂亮的 院校自主的 那個稱位 就會容易有漏洞 我想 正如剛才幾位同事都說 這次的案子 比任何的案子 都較為 最肉酸的狀況 就是 用到一些 理由 是一些 你不會想過 會再這樣用的理由 因為我覺得不好 你解僱我 理解到 或者你說 部門因為想有 某個轉型 所以不要某一種職員 職員的人員 或者某種 specialist的職員 你還可能理解到 又或者你說 職員搞得很久 你現在需要的 是希望某種新的元素 進入 你又可以理解到 但是當一個 所謂的 如日方中的一個研究者 在相關部門裏面 有這樣的表現 而那個部門 又可以請新的人的時候 結果又不請 沒有錢請他 整件事那種 荒誕性 和互相矛盾性 已經去到一個 最大的一個極端 我想這些位置 浸會大學的相關的領導層 他們 有沒有考慮過 其實他們現在做的 一件事 他們自己都很難去解釋 其實那種解釋 還是說我們相關 有好好的決定 我們已經諮詢了一切 諸如此類 其實是 好像剛才學卓仁都說 簡直是難以服眾的了 我想這個案子 可能比任何的案子 那種所謂的 尋求司法覆核的位置 亦都可能最大 我們都希望這個案子 可以是反而成為一個位置 可以令到這種狀況 可以有一種所謂的揭指 我想正如剛才 離開了的莊姐都說 其實這是一個不同的 以及稍後我也有說過 是不同的院校裏面 都可能出現的問題 各自的 各大的工會 他怎樣可以同時間 可以一起聯手 去為我們的會員 或者教職員的會員 去作出一個所謂的保障 甚至爭取 我想也是一個 集無旁態 以及二不用詞的狀況 好 多謝各位 我可以先問一下何俊仁 在一起 是因為離開 都不離開 請問回 你剛才說過 算不算效忠 即是上班的效忠 或者是 有一個 你想奉承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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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一個表態 其實校裏有一個 再上訴的機制 可能有這條 支援 那你就會 可能有一個 可以再考慮的 方法 在文件那封信 寫了最後一句 就是 Decision is final 其實在校內已有機制 上訴機制 已經是一個 最後的程序 即是 校長說什麼就是什麼 已經不能再上訴 即是在既定的程序 沒有這個上訴的權利 但當然 所有事 校董會都可以 有一個權利 所以我已經寫了信 給校董會主席 那封信也有在裏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要求校董會主席 去處理 為什麼校長可以做這些 Decision呢 是去反對 是去侵害 against 大學的 這個 戰略性 這個戰略性的利益 完全是 策略性的利益 完全是荒謬的 當校長在做一樣荒謬的時候 其實他就不適合再做校長 不適合再做 其實是要 炒他的 程度上 校董會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責任 就是請校長 和炒校長 是的 李國章做得很出色 這方面 所以 所以校董會其實是要介入這件事 他做一個這樣的Decision 已經造成了他 unfit 他繼續做校長 是否有大問題 如果是司法會有大問題 是否有大問題 我們看過是應該 校長決定的三個月之內 要進行 不要再等校董會了 因為那個章程那裡 似乎整個決策程序 去到校長那裡是終結的 所以我只給了意見 是三個月之內 不要等校董會決定 我現在暫時傾向 我和何律師商量過 也有背後的資深大律師 會給我們法律意見 我現在是傾向 會找仁哥幫忙 去進行司法程序 提出司法程序 因為我不是為了自己 因為我其實打算離開香港 我已經對香港心灰熱難 但是我希望我們 這個這麼荒謬的例子 可以成為一個案例 去彰顯 看看香港還有沒有少許的公義 我香港 如果找不到任何其他事情做 除非我麥當勞包 去包Burger 我想不到其他事情做 學術、研究、科研 差不多都一定會吃閉門巾 我沒有其他技能 我只會做研究 只會教書 很可笑 我們這些做教授 只會做科研 香港的科研 又未去起步到一個步 到步 我覺得可以有我用途的支柱 我可能要做其他努力的工作 如果不是的話 我想要 不是一定要回美國 起碼要離開香港 如果用到我自己的才能的話 要求他介入 是去review 去看看前大康最後的決定 是否合乎大學的利益 最後 如果不合乎大學的利益 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他要做一個合乎大學的利益 如果他不肯做就去解僱 是的 這個校長不應該再留在浸大 因為他是公帑 亦都在傷害很多浸大的校友 學生的心 如果他做一些不符合浸大的利益的事 是的 一個董事局 如果有一個CEO 不是在做一些公司利益的事 那個董事局一早就馬上可以彈下去 去解僱 現在的情況就是一樣 是的 那個信的主要目的是想做 做不做我約是其次 應該這樣說 今次這件事 如果用別的原因不做我約 總是說沒有錢 那些 如果沒有這個上訴小組 因為上訴小組寫得很明確 就是 下面那兩個 如果你叫他們再給錢 再review完之後 他們是死都不肯給錢 那大學 大校長 麻煩你大學自己出錢 因為你其實是趕不過去 你哪有可能 不留下一個全校第三 拿最多錢的人 又有四星論文 是幫整間大學會拿的錢 以我的薪金 不知道多少倍數是回到大學 就是 完全在這個商業角度 已經不合理了 你出一點點事由 但是會拿很多資源回到大學 但是大學都不肯 人質的意味根本重到不得了 是的 人質的意味重到不得了 這個校長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我們法律上說 叫做In Bad Faith 不只是人質 根本不是一個Good Faith 其實你做一件事 有時候 我們未必一定會同意 這個世界上是一個多元 但問題是 當你沒有合理理由 去到之前所做的事 而強行找理由出來 你不是In Good Faith 一個這麼高的行政位置的人 如果做事In Bad Faith 其實這個人是不適合 再享有這樣的公權力 如果你是很自主的話 你又是In Bad Faith 很大的 那你是否能控制 而成為了麻煩 其實簡單來說 現在我們面對的是獨裁者 其實沒有分別 因為獨裁者現在 政府給錢的人 那些人被監察的人 就說 軟硬自主不來 但是他們現在做一些獨裁的行為 他們做的決定也是最終 我們還有什麼說 除了出來 在那裡吵吵 但是有什麼用 現在香港 我們所有事情 都是吵吵吵吵吵 之後就算了 沒有什麼用 他們仍然是有權 他們不怕難看 就繼續去 最大的問題是 現在做的校長 他們對那間大學歸屬感 大家可想而知 他根本就不在乎 這間大學有多壞 有多壞 招牌全部都不在乎 他只是在乎他份量 我七百幾萬一年 總之我代了幾多年就幾一年 我賺了 我做夠五年 我沒有續約就算了 不要緊 總之我收了那七百萬 很明顯看到 他們根本就不在乎 一間大學的死活 以前不是這樣 以前那些校長還很在乎 一間大學出來 會是怎樣 如果輿論很大壓力 我們可能要做些事情 不要做得那麼過份 現在不要這些事情 總之我有權 我刑事上沒有辦法 我就做齊了 我喜歡怎樣做都可以 用到盡 權用到盡 你覺得是什麼原因 令到前大公開的報告 是繼續經驗和你進行 會不會整理 像何祖仁所說 校外我有參與政治 校內的校政 我也非常活躍 我舉個例子 校內 我不知道他背後還有沒有人 但以校內政治來說 他已經自在於死地 非常簡單 舉例三件事 第一 浸大的校董會選舉 是由我去揭發非法選舉 很多年 何俊仁當時有幫我們 證明了非法選舉 本來有二千個人可以參選 可以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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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最後 一直以來只有六百人可以參選 可以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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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打破了 這個 我們叫做什麼 真普選 跟真普選沒有什麼分別 就是我們擴闊了選舉 跟回大局的章程 其實跟回法律 跟回法例 跟回法例 我們現在變成二千人可以投票 我成為第一個 是一個二千人投票 就是有二千人的選民 選出來的一個校董 在浸大史上第一個 這個第一個 第二就是 例如他大學 是有這個章程 是想推行這個 我們叫做 總之研究做得不好 就可以 把他們全部趕走 就是不用留他們在這裏 不用續他們約 就是想 進行一個大的人事改革 我在做這個人事改革之前 就通知了全校所有教職員 避免了這個 我們叫做災難 令到那些新的人事編制 只是會對一些新的 進來的教職員才會這樣做 對這些已有的那些 就可以繼續留下來 不需要去接受一個很殘酷的人事編制 我們叫做三加三 那個情況 就是三年加三年 接著你就再見了 你一不升職 一不就再見 我們其實阻止了這個惡法 去 被全校的教職員都會受罪 另外一個 也挺重要的 就是大家經常聽 就是浸大 現在正在用很多很多的錢 很多負數 令到大學要虧很多很多錢 要從谷種拿出來 都是要做一個什麼 就是去增加他們的研究 research excellence 有這個百人大計 大家聽過很多次 就是要請一百個人回來 我不知為何 我不可以是那一百個人其中一個 他死也不讓我做 我也沒有辦法 那百人大計 現在其實根本就好像假大空 我這個情況就證明 百人大計就是假大空 根本 你一個動好的人在浸大 你都不讓他留在這裏 你請這百個人 根本就是做show 純粹是一個大換血 那麼問題是 為什麼百人大計這麼重要 對錢大康 因為百人大計本來 就是剛才張升偉也有說 就是那個研究評審工作 2020 其實本來這個 百人大計是為了這個研究評審工作 去請一百個人來加自己分 加很多四星 令到大學可以拿很多資源回來 但是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們那時候 聯校組織我們一起 我就牽頭 我們就進鑑比較知會 會要求他們 將這個買人 即是不同大學 用很多資源去買一些新人回來 他們帶些駕裝 我們簡稱為駕裝 帶些四星來 這個行為是不好的 對香港本身的科研發展不好 我們叫他可不可以停了去 那麼教授就說 好吧 不如這樣吧 我們提前13個月 不准人 不准所有大學再請人 那麼之前媒體也有報導 就是13個月不准再請人 那麼那13個月就剛剛大禍 因為前大康的百人大計 就剛剛是跟那13個月 那個不准請人的期 是overlap了 就是本來前大康呢 是可以用這個百人大計 還有一年時間請一百個人來加分 給浸大的 就是因為我們做了這個行為 令到教授會13個月前就剪掉了 剪掉了 令到這個百人大計 請任何人對大學 在這個研究評審工作 是毫無作用 是毫無加分 就是請了那些人 其實是沒有任何作用的 對整個大學整體的得分 就好像剛才張森惟說 我是四星 就是我幫大學加很多四分 四分這樣加下去 那麼那些人來到 新人來到是無法加分 那麼這個百人大計 本來的用意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去做了一件事 就令到 其實為了全國香港福祉 就令到這個百人大計 等於廢了 等於一個廢的計劃 那麼你說 他有什麼辦法不遷路於我 這些都是小事 這些都是其中幾件 比較對他重傷的事 但是我還沒說其他 就是過去兩年 我對他做的事都不少 所以 所以 我很忠實 關於剛剛 Roger說的一個工會聯合的請求 就是說 我們是想打破了一個惡性的循環 就是越近RAE exercise的出現 那些院校就會越容易 透過找一些 STAR的教授回來 去抬高自己的分 這個循環 如果繼續延續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短的事 以及是一個 將教育視為一個 爭取排名 唯一目標 或者最高目標的一個做法 所以 我們是和教育支會 那幾個工會的責任 是和教育支會 談這件事 而最後 令到教育支會 改變了政策 應該說 這麼不幸運 全上 政策會是搞這個白人大理 他就甩了一輪 甩了一輪 不是 不是為了要搞政策會 我又怎會搞自己的大學 只是一個考核 這個 再講一點點 其實 你這樣聽說 請了一些很著名的教授回來 好像很少 那一個問題是 其實 我們經常說 學生有沒有得益呢 其實是請回來 學生有沒有得益 我不敢講大家 如果他們走去 發生很多交流 很多想的 其實我們不反對 一個公平競爭 但他們只是為了 做好一個數據 這點我們有保留 因為這樣 還有一個學生循環 除了西德國以外 是厄殺了本地的學者 因為很多 是剛剛 比較年輕的學者 你是未做到那裡 但問題是為了請教育 教育 太多很多 根本就要離職的 是要離開的 因為他們為了 是立刻可以 是 有這些教授 可以立刻 給到分 正如我想 大家如果今晚 洗個杯開羅 你停了精訓 賣球星 但球星 只要Serve 你一年兩年 就要走的 呈現是這樣 屬於億計的轉匯費 但問題是 你有精訓 我補充一點 剛才明言也有說 每間大學 現在就是用這些 很多很多的錢 去請四星的人回來 但我本身已經是四星了 大家不要忽略一個問題 為什麼大學說我策略勝利益 就是 大家看文件看到 我就是一個四星人 你不用請了 大學 我就在做四星的事 我已經發表四星 你竟然不留一個四星人 你見到這個錢大康是多麼討厭我 人質 所以 你那個 一個副校長 兩個院長 說 沒可能的 這個人四星 還有第三 最多錢 你不是叫他走 大學很傷的 錢大康說 不理 一定要 一定要他死 一定要我死 那你君要神死 神不得不死 沒有辦法 這個 是 OK 是 我想問一下 其實 這個也是一個校園的傳統 我想問一下 你們將 我見到國學士 你將 一個大志 在國三門的民主場 你認為這個做法 或者是合格式的學生 有什麼問題 這個做法 因為其實 國三門的民主場 第三句說 其實要由這個學生的正面 其實應該是學生會 就是教職員 不可以貼東西 在那裏 教職員其實是 不可以貼東西 但是 不過過去 都很多教職員在那裏貼東西 但是 就是不可以 我第一次聽 民主場 不是給整間大學的 持份者去貼東西 就是 只是學生才可以貼東西 學生才可以 我第一次聽 阿仁哥有什麼說法 學生會的民主場 只可以學生 我不知道以往怎麼融開 不知道 我第一次聽 是的 這個就是以往怎麼融開 我過往看到很多教職員 在那裏貼過東西 是的 不好意思 你讓我回覆一句 我舉一個例子 之前工會 浸大工會主席王偉國 在那裏貼一些回應 都貼了兩個星期 他肯定不是學生 都沒有被人撕下來 兩個星期都盡在那裏 那學生會怎麼解釋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我們講慣例 慣例 例如我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浸大工會主席王偉國 在幾個月前 都在那裏貼過東西 他那裏貼了兩個星期 沒有動過 我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他都是教職員 我也是教職員 我們不是學生 我回應這麼多 如果這個 我會不會當作一個宣傳 你說選舉宣傳 選舉宣傳 我選 我自己就不是這樣認為 這個不是選舉宣傳 這個是一個對前打開的公投 怎麼會去宣傳 我老實說 我贏了 我為什麼要宣傳 我兩個對手 我全部都贏了他們四倍票 所以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宣傳手法 那是純粹告訴全校的人 前大刊已經去到一個 凍離譜的階段 你們可以利用這個 的投票機制 去做一個公投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就這麼簡單 那個訊息非常簡單 除了前大刊之後 從學院層面 或是 Depointing也會有一些阻撓 是否人事方面 除了校長之外 是由校長 這次很一致 通常有時候我們看到 系、學院、管理層未必一致 但這次對付我 就非常一致 由系、院、管理層 全部都是人質的手法 因為剛才人質的時序 已經很清楚列出來 每一個部分他們做了什麼人質的行為 因為剛才說你們做文宣總統的時候 做了一次大刊的東西 所以他不喜歡你 為什麼他在其他和合格 或是軟的方面都會有這個情況 我合理懷疑 就是他們 我當然有一個懷疑 我沒有辦法證實 就是 他們根本是 他們根本是 我還不是說 是不是根本是傳統 還是什麼 就是 壓力之下 壓力 壓力 就是下級的有上級的壓力 我懷疑他們有壓力 是的 但是我本身就不知道 因為本身我的決定 就不需要去到校長 系主任這樣對我 我以為系主任針對我 接著去到院長這樣對我 就是院長針對我 去到最後 校長都原來這樣做 我才知道 我才可以猜測 原來我懷疑他們可能是受壓 如果是這樣 如果這樣 如果這樣 寫信給校長的委員會 之後有沒有人正式的委員會 未有正式的委員會 但是主席是說 日內會複返我的 書面複返我的 好像不止校長 沒有干預校長的委員會 因為校長是干預校董會 你有沒有這種情況 校長干預校董會 他籌外拯救你 你怎麼會這樣做 簡直是 簡單來說 會將一個真正的民選出來的 滅聲 教職員 不會再有一個真正的民選代表 這就是客觀事實 我一走就會造成這樣 亦有一個非常大的殺雞警候作用 就是沒有人會這樣出來選 因為我很老實說 就是我自己出來選的時候 我決定去參選做這個校董 亦都去做選舉情情 我當時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我一定要在自己的教學 和研究方面 做到這間大學最top的 這樣別人才動不了我的 這樣才是打壓的 如果我自己 在自己的performance 都不是最top 我怎麼可以 就出來說打壓我 即是我做到平衡 我一定要做到全家大學 和一些講座教授平排發文章 大家都看到了 即是我的文章和講座教授 國家實員室主管 都是發同一個期刊 接著要拿研究資金 要贏過他們 拿全校第三最多錢 我做到了 已經 我都不配合 我都不是可以立即做的 平時要一個教授 起碼一個教授 或者副教授才可以做到這些成績 我一個最低級的研究助理教授 做到一個和一些講座教授 要不然 如果我都不能做 就應該九成的人都應該不能做 如果我不能做 我相信我自己一定是好過九成的同事 我不是說他們不應該不能做 我只不過是說 雙心比己 如果標準設定高 當然他現在說不關標準的問題 但是當你可以做到 幫大學多了 他仍然要趕你走的話 如果不是人質 我都不 大家可以猜一下什麼 如果不是人質 是的 請問一下 有什麼事情要問人家 還有沒有 如果是另一個人 不要緊 只要我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 現在已經去上了後會 第二 在日後會提出的公投 可否說一次 公投的內容 其實公投最主要是楊寶寧做主導 我提供了一些資料給他 據我理解 基本上公投最主要就是 因為前大漢今次做了一個非常人質的決定 在我這個情況 只不過我這個一個例子 去充分地表示他這個人質的決定 大家對一個人質的校長去做一個決定 是損害著大學的策略性利益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你如果投票給我 即是你是很不滿意校長這個做法 很不滿意這個人質的決定 也很不滿意去侵犯著大學的利益 那你就投票給我 如果你覺得他做得很對的 沒有人質的 沒有損害到大學的利益 你就投給其他參選人 我想主旨就是這樣 是的 公投 謝謝